接下來看看的是這群小朋友 真的是為臺灣爭光 他們是高雄市林源國小的小朋友 打敗了全球四十幾個國家的八十幾支隊伍 奪下了國際機器人大賽的冠軍 但是當初他們要出國時 沒旅費 怎麼辦呢 自己設計了不偶娃娃 打算要去夜市義賣 還好有人及時的伸出援手 讓他們順利成行 也奪下了冠軍 面對來自世界各國的強敵 林源國小小朋友設計的機器人 通過層層關卡達成救災任務 一路過關斬將 在機器人大賽中獲得單項冠軍 以前都裝在這個籃子裡面 然後要到最後的得分區 以海嘯為主題 設計出救災機器人 機械動力社的小朋友創意無限 但是即將比賽時 卻苦於經費不足 大家還通力合作 設計出機器人布偶 打算到夜市義賣仇履費 那由我們李葳葳同學 設計出這一支 我們屬於OMG團隊的 精神象徵 那我再把它設計成 從2D 然後變成3D立體的護娃娃 很感謝幫助我們的 董事長們 還有來自各地的朋友們 履費是贊助的 比賽專用桌台也是借來的 雖然過程困難重重 卻奪下冠軍家機 而且這群小朋友 在比賽當中 還特地穿上盧凱族傳統服裝 準備了牽筒 還有門繩 做了最好的國民外交 可以認識很多的 不同攤位的 就是國家的人 然後我們還有學到 我們台灣原住民的舞蹈 林文國小動力機械社 對名OMG 就是取自於英文 Oh my God 沒想到表現果然一鳴驚人 讓台灣再度揚名國際 記者劉原發高雄報導 好 是不是 好 與 好 好